來看台大體中勝地的 今天選擇這個K棟 轉線鐵路 這個華人到台東的電氣化 相關的工廳 拍攝民國一百十六年十月 來當完工通車 交通部長王國仔 李俊贊翁 台東主持 華東鐵路 台東到地本堂 相關電氣化工廳 當工廳內 正式選擇 K棟華東鐵路 轉線相關電氣化工廳 目前 台東到台北 受到華東 三個鐵路應用每點 可以開出對付列車 只有二到三方 鍵造成 北斗線很難買到票 鐵路協標是華東鐵路 轉線有162.5公里 其中122.6公里 是單幾樓線 為今年開始 買分6個副段時間 一旦相關完工 如果能夠將到 每點前五個幫助 設定華東行車時間 點半斤 也能到達更多列車 車廂提升運燃 王國仔說 會渡車代替的一百十二年 再過完工通車 也要拿什麼安全系統 包括設備跟系統 全部都改用最新的設備和系統 這是一個里程碑 那我們期待是在一百一十六年的 十月就可以完工 然後讓這個花東能夠有一個 比較好的鐵路的基礎設施 過程兩線以後 我想對轉不只是臺中線 後山 是對全臺灣人民 非常的有幫助 王國仔講到 立法當選 相規劃工程時間期間 代替新買的列車 也會意義到達 當勞興宿 提升路線 運輸零融 另外南海鐵路 也當勞進行 相規劃 可享享平國 未來希望可以速度 當勞勞提升路行車時間 高雄到台東點半斤 台東到華連也點半斤 搭配國體完成全島六點斤 環島的目標 記者綜合報道